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把一件事干到极致就是教学 一口锅 一把勺 一饼刀 一双手 一身绝技 一道美食 惠泽的南版花仙子要用长得像毛毛虫的花 长得像皇冠的花 制作美食 它能成功吗 我觉得真的是太奢侈了 在惠泽吃鸡肉 要搭配极苦的野菜 具有异味的猪肥肠和具有土腥味的猪肚 到底是什么秘方使得极具个性的食材 去腥留香 辣手催个花吧 惠泽的鱼仙颠覆您的想象 不敢 我真怕了 你还怕 各种没听过 没见过的小鱼 还有上百千克的大鱼 哇 好大 怎么吃才最鲜呢 金黄酥脆的烤鸭并不陌生 惠泽的烤鸭别具一格 需要酸倒牙的梨 臭香的毛豆腐 像捧着一个小仓鼠一样 和现采的养肚菌的加入 这样的烤鸭会是什么滋味呢 本期味道走进云南省惠泽县 品匠心 画美食 这鲜花呢 不仅可以盛开在这里 还可以盛开在餐桌上 还能绽放在你的舌尖味蕾 但是这花虽然好看 可是它想入菜啊 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而我今天要找的这位呢 被称为南版花贤子 他非要迎难而上 这位南版花仙子叫王兴 除灵十二年了 每天最爱做的事 就是琢磨各种美食的做方法 这么多年 他一直在尝试用鲜花入菜 打造惠泽版的鲜花宴 听说他所选择的鲜花非常冷门 未到调查员要先找到它 人节的临山传美呀 鲜花如菜头一回呀 今晚还来个木新鲜的课呀 我新鲜花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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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拼了 怎么了 哪儿有花呀 这是这个 这就是核桃花了 这是核桃花呀 这个我以为是柳絮阳絮呢 这核桃花还没有我采的 这小野花好看 核桃花长度大约十五厘米 看起来像毛毛虫 没想到来惠泽寻找的这第一种花 就跟味道调查员想象中 岔子烟红的美丽模样 截然不同 这个核桃花可以吃是吗 核桃花可以吃 这核桃花 哎呀我摘点新鲜的吧 不能摘 怎么还不能摘呢 核桃花是有一个过程 它各自然都是公花 然后它收完粉之后 它自然风味吹就脱落了 地下满地都是 蘸得伤害小核桃 你摘了就没核桃了 这好神奇呀 会脱落的就只有公花啊 对 这个这是母花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母花已经 瘦粉已经开始接小核桃了 这个嫩尖这里是母花 这是小核桃 后边这个圆圆的小核桃 完成瘦粉的核桃花 会自然掉落到地上 人们才会捡来食用 这是人与自然达成的 最朴素的契约 有了核桃花还不够 王大哥还要带味道调查员 去找另一种花 这个能吃吗 这个花 空花可以吃 公花 这十六花分到公花和母花 你先分辨一下 公花和母花 母花是有一个花柱 是这个区别吗 不是不是 这个就是公花 是这个小核桃花 为了不影响石榴的产量 多采摘熊花使用 接下来它要从山里转占水里 难道水里也有鲜花吗 味道调查员 味道调查员看到了什么 在水面上竟然飘着一朵朵白色的小花 星星点点 随风摇曳 仙气十足 要想探寻这种长在水里的花 只能下水了 这种长在水里的花叫海菜花 海菜花是深水植物 可以生长在四米左右的深水中 它对生长环境的要求非常苛刻 又被称为水质试金石 采了这么多形态各异的鲜花 到底要怎么做呢 今天我们做的第一道餐是核桃花扣肉 我们吃核桃花只吃里面的花心 花瓣和这个小花不要 把它粒了 这个现在能吃吗 现在可以尝一点 尝一点可以 但是还要 哦 苦 要说扣肉 味道调查员吃过不少 梅菜扣肉 盐酸菜扣肉 但是这个奇苦的核桃花 做的扣肉能好吃吗 王大哥说 首先要减轻核桃花的苦味 先焯水 再浸泡五天 每天换三次以上的水 虽然繁琐 但是苦味减少的核桃花 将是扣肉的绝佳搭档 这是猪的五花肉 五花肉 带提的五花肉 好 现在涂完白酒了 可以抹蜂蜜了 可以抹蜂蜜了 是吗 把它蜂蜜涂进一蘸肉的表面 涂得要薄一点还是厚一点 薄一点 薄厚了等一下下锅 放油的时候就会黑掉 油烧热 肉快下锅 高温下油脂燃烧的声音 好像是焦响曲一般 当锅里的乒乓声慢慢减弱 说明五花肉已经换好了虎皮装 板栗皮的颜色是吧 很有弹性 我以为表皮是硬的 不是那种脆的是吧 如果不涂蜂蜜的话 可能炸成这个颜色就得脆了 就脆了 就干了 等一下就不润口不好吃了 扣肉切片 肉皮朝下 一片一片码在碗中 再码上一层姜丝 盐等佐料 最上面撒上已经炒成 酸甜味道的核桃花 王大哥又拿出了一样 秘密武器 红糖 为什么红糖现在才放啊 要放在核桃花上面 要一两五 一两五 你怎么这么精确 来拿唱歌 这是一两五吗 差不多了 就这么多 差零点四 你怎么那么准啊 一把抓上去就是一两五 因为经常抓 这道核桃花扣肉 要在锅里蒸四个小时左右 五花肉片才会变得十分柔软 肥而不腻 色泽金黄 西足油脂和汤汁的核桃花自然清香 石标花酿肉 石标花酿肉 准确地说是石标爸爸酿肉 这个怎么处理它 怎么吃 这个要把它的花心和花嘴全部弄干净 这是什么 专门做石标花肉吗 是刁刀 就给它掏干净就可以吗 一个一点花蕊都不能留 一点都不能留 最终是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的 一个小碗 一个碗状 小黄罐 像黄罐一样 小黄罐的样子 除去花蕊的石榴花 就像小黄罐 下锅焯水减少苦涩味 肉末加上鸡蛋等搅拌均匀 接下来的这一步 就是特别可爱的环节了 看来是把这个肉馅 要翻这个花多米 大姐学会了 看着我口气就是这样做 对 你平时怎么吃这时的话 我们是炒着去 炒着去 炒着去 这样就可以了 这是大姐你的作品 填完肉馅的小黄罐 看着更加饱满喜人 再接下来应该上锅蒸了吧 事实上并不是 它的这个造型不好看 我为什么拌这么多皱 就要做一个 它的颜辛的底作 把填好馅的石榴花 整齐地插在肉园子上 直到肉园子上 被插满石榴花 王大哥说像向日葵 味道调查员觉得 更像是刺猬 石榴花酿肉 上锅蒸40多分钟 王大哥要再量绝活 还有一道更难的菜 比石榴花酿肉还要难 今天真是挑战 没有最难只有更难 是什么菜 是亮银芽 银芽掏空 掏空之后把火腿亮进去 这个我拿眼睛看 我都变成对样了 您没有听错 酿银芽就是先把豆芽掏空 再把火腿切丝 塞进豆芽中 如此的精工细作 倒不像是在烹饪 而更接近于微雕艺术 有手法呢 这样这样碾 碾 完成了 太厉害了 你这个 你这练了多长时间 几年吧 这个银芽 现在是包裹了这个铁丝 然后中间 一点露的地方都没有 看我能不能成功 而且这个脆一些 一根铁丝将豆芽捅通 还不能伤及四周 接下来就要开始切火腿了 这一步可不比捅豆芽简单多少 像纸一样 看到没有 你看它叠在一起 就发现中间这个颜色深了 两边是透明的 我试试 你的还是薄一些 你第一次切切了一盘包 还是可以了 是吗 算成功了 这不是切丝 这叫切线 学做厨的话 这个刀工的练习 这个切丝要练多久 三年吧 有没有觉得这个事 好像选错了 没有啊 好枯燥啊 没有办法 这就是一种精神 一种信仰 因为喜欢这一 这做做餐 没有办法 要练习三年才算入门 一道美食 凝结了制作者太多的心血结晶 火腿切成直径约一毫米的细丝 再塞进豆芽中 看着王大哥的操作 味道调查员不自觉地屏住了呼吸 大气都不敢成为 有惊无险的这些 有惊无险 开始了 这个是我酿的那根 虽然说比你的稍微粗一点 但是还是成功了的 那你知道吃的时候 就一口就下去了 甚至一口好几颗 我觉得真的是太奢侈了 花了一个多小时 才做出十来根酿营芽 工序的复杂 制作者的用心 使得这道酿营芽的美味 十分珍贵 在王大哥看来 每种鲜花都有它最佳的搭档 海菜花缠住肥肠 蘸上鸡蛋液 下锅炸 再爆炒 肉香 花香 菜香融合 金雀花 煎鸡蛋 金黄飘香 自带香甜之味 牡丹花和鸡蛋 制作蛋花汤 香甜爽口 尝一下那个核桃花扣肉 刚才你吃的这晚上 好吃 这个核桃花是酸甜口的 酸甜口 鲜花从来就与美食为伍 常常成为美食图片中烘托唯美清新气质的好搭档 如今他更能见证美食制作者们的医生 不希望可以想更多的处于大事学习 使自己的处于更精进 我脚力简佑 没有我不知道的意义 没有我不了解的意义 我是养一大咖 听老乡说 这一百五十亩左右的鱼塘里 一共有四十五种罕见的鱼 夹起来有六百多吨 这些鱼一般人是没见过更没吃过 要想知道这鱼有多稀罕 先找到李建友的大哥 他跟这些鱼打了二十多年的交道 大哥 他肚皮是白色的我都可以夹他 他这么有劲啊 我们土著鱼是在下面那个池子 我还是现代的上转山吧 捞鱼还上山啊 对对对 味道调查员已经准备好下水捞稀罕的鱼了 李大哥却要带味道调查员先上山 他说山里有一样宝贝 有了这样宝贝 鱼才能呈现不一样的滋味 那究竟是什么宝贝呢 很差 你们打 只需要是这个碎石有点滑 有点恐怖 慢点慢点 看里面 看里面 我不敢 我有点怕 脚很大滑 我不敢 为什么一定要挑战老师挑战高度 我真怕了 你害怕 怕哭了 太丢人了 没想到李大哥说的山竟然十分陡峭 还经常有碎石滚落 对于恐高的味道调查员来说 无论前方宝贝有多吸引人 也很难跨越这种心理障碍 这是海拔有点高 海拔高了 还有点气氧 我刚才我脚下一滑 我觉得要掉下去了 有点气氧 头可能有点 就这样一步一挪 挪了两个多小时 李大哥说藏宝贝的地方到了 宝贝在哪呢 大哥 你砸这个石板干嘛呀 我砸了 剪了个盖放的 这个石板倒一块块自己背下去吧 现在不是要用背剪背会剪 还可以干什么 还可以干什么 只能说五花肉吃 还能烧五花肉吃 味道调查员跟着李大哥要找的宝贝 原来是一种石板 惠泽县这一带的大山 山体大多是印度市中的陈基岩 容易进行开采 早年间附近的老乡都用这样的石板 来盖房子或铺路 而现在他们发现了石板的另一种妙用 烤肉 烤鱼 但是因为今天李大哥找到的石板都比较小 有一位热情的老乡 就把自己家里的大块石板借给了味道调查员 那就这两块了吧 烧肉吃 爷爷 摇得 石板烧烧热 把肉放上去 石板烧热 把肉放上去 石板烧热 把肉放上去 是 有了老乡的帮助 石板顺利到位 下面味道调查员该去跟李大哥会回那些稀罕的鱼了 短细猎腹鱼 也就是长江上游主要支流的 好多鱼 主要支流的短细猎腹鱼 我们从14年就开始训养成功 现在是子三代了 能撓 能撓 在李大哥150亩的鱼塘中 有45种珍稀鱼类 李大哥花了将近20年的时间 将这些鱼类馴养 人工繁殖 每年他都要将一百万尾的鱼苗放回自然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可以为家乡生态尽一份力量 正是因为实现了人工繁殖 所以惠泽人才有口福 可以品尝到这一口鲜 鱼在不断地撞我的脚 能捞起来吗 好滑 捞起来了 他的身体是金黄色的 然后身体的中间有一道黄色的线 然后他的尾巴像是燕子的尾巴一样 特别漂亮 几后看不住虚来 所以说短虚裂腹鱼 短虚裂腹 你看他的肚子这儿 就像被剖开一样 对对对 裂腹 裂腹 然后虚是短的 短虚裂腹鱼是咱们云南土著的鱼种 对对对 从多少年前就有了 那是地球有水盐以后 估计就有了 短虚裂腹鱼是我们要寻找的稀罕鱼之一 因为腹部有一条黑线而得名 一斤半 除了短虚裂腹鱼之外 味道调查员和李大哥还捞了软齐星光唇鱼和滇驰金线巴 这三种鱼无论是油炸清蒸炖煮都是肉嫩极鲜的美味 李大哥说要带味道调查员去见另一种更稀罕的鱼 他怎么办那条鱼 这个搞伤了 对对 不得那个脑 要在前面 带尾巴 把尾巴的 把那个后头的尾巴的筋 带上了 我都不敢下了 我太可怕了刚才 随着灯光 堂里上百条 每条都有上百千克的巨大鱼鱼都围拢了过来 这个场面有种被群沙包围的感觉 那么大的鱼鱼到底怎么吃呢 我们现在抓这个就是坐椅子这样的了 这个是养了十年 十年以上的坐椅子这样的大鱼 在您这儿养了十年吗 对对对 要抱起来看吗 我们这儿养了十年了 哎呦天 看一下 哇好大 看一下看一下 哦对对对 注意注意 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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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站位 不行不行 不能那个抱 磕到牙了 能抬一下就行 你看 抬一下 这么这么 哇 好大 它动了你就不放了 像海存衣 不要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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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抱起 最好不要抱起 不要不要 不要 叫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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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个招呼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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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他打招呼的方式 哈哈哈哈 如此的热情 你轻轻捧它一下 瞅瞅你抬一下 哦对对对 天哪 腰手了 鲜鱼 鲜鱼 作为古老的一种鱼类 浑身上下都是宝 一条鱼鱼就可以成奇 要想品尝到鱼鱼的美味 李大哥要带味道调查员去一个神秘的地方 进去要换衣服 哎呀 我穿成这样还能认识我是谁吗 哈哈哈哈 这位是李大哥 这位是石大哥 我是天阳 哈哈哈哈 这样我们就穿上这个无军的工作服是吧 对 就说这个鱼鱼全身都是宝 然后我们今天呢 就是取它的精华这个鱼籽酱 是吧 大姐您操作给我看 是从什么部位去 多水了 哇这么多呀 一般它的产量是整个鱼体状的 12%到20% 哇是特别软的 我现在不敢不能使劲动它对不对 这个鱼籽酱就是这个颜色哈 有点发生褐色的 对对对对 嗯 黑黄金嘛 哈哈 会成为黑黄金 鱼鱼的卵是鱼籽酱的原材料 不需要复杂的制作 只需要盐腌制就能获得制鲜的真修 鱼籽酱的辨别也有学问 颗粒越大越珍贵 颜色越浅越稀有 弹性越好越受欢迎 鱼香越复杂回味越持久 吃鱼籽酱也是非常讲究的 直接用小吃或者搭配到菜肴上 鲜咸浓郁 鲜鱼全身都是宝 这个它的所有味都可以利用 都是人间满味 它的鱼瓶龙筋也叫群龙筋 群龙筋 名菜 名菜 群龙筋是哪个位置 群龙筋就是它的中枢神经系统 极素 极素 就是背上有一条是吗 如果割断了就转不出来了 是吧 得小心点 真有弹性 它是从尾巴一直到头吗 对 一直到头 这得好长 群鱼全身都是软骨 那条通源头尾的脊骨水 有一个霸气的名字 群龙筋 群龙筋清蒸煲汤 都是极品美味 说完群龙筋 再来说说群鱼头 由软骨组成的群鱼头 通体洁白 清亮透光 只需要高汤炖煮 一勺热油激发出香味 那就能成就舌尖上至鲜的蒸羞 味道调查员有了疑问 千辛万苦搬回来的石板 和这些大小刻意的鱼 到底能呈现什么样的美食呢 李大哥说今天他要用石板制作一道具有浓郁香土气息的美食 石板烤鱼 因为石板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和吸附能力 所以不管是烤肉还是烤鱼都是好搭档 哎呀 这是拉拉的 这是不是很快就熟啊 对 烤这个就熟 肉快得很 这是什么鱼 这是鱼鱼肉 鱼鱼肉 哇 对 鱼鱼肉 要不要加点油 加点油 不然会粘住 好香啊 这个鱼鱼烤到什么鱼鱼肉是最好吃的 稍微有点焦黄 是吧 这块 烫啊 烫啊 很烫啊 我觉得鱼鱼是挺适合烧烤的 跟它那个肉质特别的紧实 是吧 我觉得鱼鱼可以甚至可以再烤得焦一点 坐在鱼塘边 一家人一起烤新鲜捕捞的鱼 悠闲自在 受热均匀的石板 放上五花肉 烹出多余的油脂 再放上鱼鱼块和三种稀罕的鱼 让鱼肉增加了肉香味 鱼肉烤得焦香十足 再加一把辣椒 一把小葱 一把香菜 焦香与辣香完美 融合 石板烧烤 少了炭火的烟气 多了一丝清爽 也让这道美食 呈现出满满的酱心 我还会信仰感多的意 为家乡的生态 做一份贡献 鸡肉的吃法 各地不尽相同 是每家每户都能自成一派 诞生出独特的风味 在惠泽县 吃鸡肉得找王华昌师傅 他制作的鸡肉 据说有着满满的仪式感 还有让人匪夷所思的搭配 王华昌师傅给味道调查员下达了任务 任务完成才能吃鸡肉 宗美花大姐是惠泽当地的养鸡大户 两千多只鸡 照顾起来很辛苦 好在有邻里闺蜜们的鼎力相助 去抓着群能跑能飞的麻黄鸡 就是味道调查员的第一个任务 哎 姐 绣花呢 这是家和万事兴 大姐 我这次来啊 就是知道你是这边养殖大户 我想来抓几只鸡 可以 好抓吗 不太好抓 大姐们一边绣花 一边照看鸡 别看大姐们悠闲 这些鸡可真不好抓 不信你看 你过来帮我 你过来帮帮我吧 善于奔走的高山鸡 一身腱子肉 那是真的不好抓 还得请大姐帮忙 围在这儿 快跑跑 啊 抓住了 抓住了 一阵鸡飞狗跳 尘土飞扬 再加上手毛脚乱之后 鸡终于到手了 接下来味道调查员 开始了第二项任务 采野菜 好了 我这儿吧 砍好自首 过来 太高了 这沙 你这是进入了原始森林 进不 我上不去 等一下 我过来 勾住了 勾住了 好了 谢谢 大姐 哎呦 这里没有路啊 这里根本没有路 你看这个树横在这儿 这个树上都是刺儿 大姐说 在山上采野菜 要手脚并用 再加上眼观六路 鼻纹八方 味道调查员 也算是活学活用了 这是眼耳口鼻 全都用上了 大姐 我怎么 我闻见有薄荷味 有薄荷吗 这儿 这儿有啊 天然的那个口香糖 好清凉啊 挖野菜是惠泽一代人的记忆 一说到挖野菜 大姐们眼快手快 不一会儿就是一把 车咸草 蒲公英 决菜等等 都是桌上的制鲜食材 这些野菜 又是如何跟鸡肉搭配呢 现在鸡准备好了 野菜也已经摆好了 万事之备 就差过了 我们赶紧去找王大哥 过过过过过 王大哥 你给我布置的任务完成了 你看我抓的 肥不肥 走下来吃的这个 一样一些 看起来好好吃 炸的焦香酥脆的洋芋 拌上调味料 辣椒面 翻拌之间 让每菜洋芋都裹上调味料 每一口都是香脆麻辣 金黄酥脆的炸洋芋 最能抚慰疲劳的人 吃饱喝足跟着王大哥 继续探寻他的鸡肉秘方 我叫你给抓鸡 抓来的时候了 我意思就是带你上来 来买就是买这个秘方 猪肚肥肥肠这两种食材 爱的人爱到骨子里 不爱的人闻一下都受不了 浓油赤酱的滋味 与猪肚肥肥肠的弹牙相遇 使得猪肚肥肥肠火锅 在当地拥有一批铁粉 但是猪肚和肥肥肠 与肌肉之间 能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用这个附老酒来打擦水 灵魂伴侣是吧 对对对 这有功 你这一放上去就着了 好大的辣椒味啊 大哥我们觉得我手有点烫啊 好辣啊 辣手 辣手催个花吧 现在 很辛苦啊 杨家福开我 开你辛苦的 在王大哥看来 制作美食的每一步 都要亲力亲为 一丝不够 哪怕只是蘸水 那也要用传统方法制作 喂的就是一句简单的话 放心 大哥 刚才我没看见鸡 你说是做那个蘸水 怎么还没见到鸡呢 前我干的货 分析好呀 我也在跟你说 好的 啊 洗肥肠 洗猪肚是最费食 也是直接影响着味道的重要步骤 王大哥用盐 醋 葱 洗十遍 直到水净肉净 我怎么还没看能鸡 我们前要做这个肥肠 洗干净了 噗噗我的意料了 像小鸡泡一样 那有没有再炸第二刀 第二刀炸出来 它要泡一点 吃得要脆一点 油炸肥肠 每个都像小海螺一样 金黄酥脆 猪肚 野菜 炸肥肠 都已经到位 我们的主角鸡肉 在哪呢 我终于见了鸡了 鸡 装几个鸡 装进哪里 装在那个豆子里了吗 堵包鸡 堵正在包 可以给它封口了 可以给它封开 看书学习 找人请教 为了能制作出儿时记忆的家乡味道 王大哥不断试验 不断失败 总算找到了最适合的原材料 最极简的调料 大小刚合适的火候 猪肚鸡下锅炖煮三个小时左右 猪肚包裹着鸡肉 将鸡肉的鲜牢牢地锁住 猪肚的香味与鸡肉的鲜味相融合 香味弥漫在小院中 让人忍不住直吞口水 拆掉鲜 拆掉了 一拽就 一开始尝试做这个堵包鸡的时候 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第一次第二次还是很不那样 不怎么样 失败了 是的吗 鸡肉里有压制 你就喝的汤好 咋个好了吗 咋就不好了 我挑个四楼来了 就是一样不放鸡 放的盐 放的姜 走出来就是一种味道了 好吃 煮鸡才有这个味道 拆开猪肚鸡的封口 香气扑面而来 鸡肉嚼劲十足 猪肚脆弹爽口 只加了姜的汤汁 保留了食材最本真的香味 这样一锅元气满满的猪肚鸡 再搭配上炸肥肠野菜 那真是清新与肉香完美结合 祝您和嫂子身体健康 让更多人吃到 祝你们生意兴隆 一道猪肚鸡的每一个制作过程 王大哥都严格把关 他要尽力将每一锅猪肚鸡 最大化地保留原汁原味 这是对美食的执着 对品尝之人的用心 以及对这片土地的热爱 对美食的运动 第一个热爱 牛奶 第一个热爱 鱼 然后一只热爱 掌脖 炸 这儿好多人 这刚出炉的吧 对刚出炉 我从那边闻的你们家这好香 好吃吗 好吃 走南闯北的味道调查员 焦香酥脆的烤鸭没少吃 但是李慧明大哥制作了烤鸭 让味道调查员的时间开始跳舞 独特的清香之味让人欲罢不能 凭味道调查员的经验来看 这其中的秘方肯定不一般 探寻秘方走起 这个梨是选的什么梨 酸冠梨 是粉底的酸冠梨 酸冠梨 对对对 是专门做酸梨的吗 对对对 专门做酸梨的 酸甜酸甜的味道 这个梨就像煮过的那个颜色一样 闻起来有点像煮的 就是甜味比较多 没有摩酸 好好吃啊 好好吃啊 好好吃 泡酸梨 泡酸黄瓜 泡酸姜 泡酸胡萝卜 似乎一切食材皆可用来泡酸 这本来是物资匮乏年代 保存食材的一种独特方式 梨承响 一直延续至今 却成了当地人最爱的小吃之一 酸甜可口的泡酸梨 跟烤鸭有什么关系呢 李大哥继续卖关子 现在我带你去找一种特殊的吃的 我看到了有一个小蘑菇是不是 这是羊肚菌 羊肚菌 我看到成熟的了 羊肚菌的表面布满不规则的小凹坑 形状好像羊肚 而得名 俊肉细嫩 味道鲜美 无论是鲜食和干食 都是鲜味的不二担当 无论是跟鸭肉煲汤 还是酿肉 都是当地点单率极高的美食 没有什么其他要注意的吗 我怕损坏到 没有 没事 不割到泥巴就行 不割到泥土 为什么不能割到泥土 泥土不能吃 这个羊肚菌凉凉的 差不多一年是 几月到几月采摘持续多长时间 三月份开始采摘 采摘期多久 一个月 就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对 那就是这个季节专有的鲜味 是吧 越是不易获取 越是难能可贵 本地羊肚菌 一年只有三月份 一个月的采摘期 采菌人每天需要蹲在 闷热潮湿的矮棚里 八九个小时 以最快的速度 收获来自大自然 特别馈赠的这种鲜味 有了酸梨 羊肚菌这两样秘方 如何才能成就烤鸭的鲜香 味道调查员实在想象不出来 跟着李大哥继续探寻秘方 我们用豆腐 对 用豆腐跟烤鸭搭配 对 毛豆腐 哇 这个好软 要像那小烤鼠一样 李大姐 我能摸吗现在 可以摸 可以摸 摸会不塌 它的毛会不会塌 会塌 还能 还可以吃吗 可以 没事是吧 我摸一下 哦 好软啊 凉凉的 就像捧着一个小仓鼠一样 这种长毛的豆腐 当地人叫它毛豆腐 当地人把豆腐切成小方块 放到阴凉的房间里发酵 一个星期左右 豆腐就会生长出一层 白色的绵密绒毛 看上去非常漂亮 在惠泽可以油炸毛豆腐 可以炒毛豆腐 可以制作毛豆腐米线 越臭越香 但是这个毛豆腐 跟烤鸭有什么关系呢 买了毛豆腐 李大哥又带味道调查员 去砍了竹子 四种秘方已经全部齐全 接下来该鸭子登场了 对于抓过鸭子的味道调查员 划船抓鸭还真是头一回 为了抓到当地的麻鸭 也是拼了 在晃晃悠悠的小船上 保证不掉进池塘的同时 还得抓鸭子 难度系数实在有点高 还抓鸭子呢 我们连站都不敢站 两艘小船在池塘上 围追堵截 连吆喝带吓唬 但是鸭子就是没抓住 把他赶在脚上 不行啊 鸭子在水里太灵活了 根本就是没法近身啊 叔叔阿姨说 他家的鸭子生物中特别准时 早上九点准时出门 晚上五点准时回家 要想抓到它 只能等到它们回家途中 一举拿下 我们是生人 它怕人要在这里 飞气 等了几个小时 金色渐晚 鸭子们摇摇晃晃地回家了 抓到了 你看这就是 老是不上来 被我们抓住了吧 麻鸭 酸梨 羊肚菌 臭豆腐 竹子 全部就位 但是味道调查员 还是不知道 这几样食材 怎么才能神奇地 组合在一起 造就出 李大哥家 那一口 清香味十足的烤鸭 酸梨我刚才也吃了 味道不是特别重 但是它的这个 爽口的这感觉 非常明显 有把它打成汁水 你是什么时候 开始做厨师的 18岁就做了 18岁就开始做 也就是说 人生中 第一个工作 就是做这个厨师 一直干这个 李大哥和妻子 回到家乡 开了这家烤鸭店 从十几平方米 拓展到几千平方米 都是因为 他对食材的严格把控 和制作环节的 极度用心 先将酸梨打成汁之后 酸味更加浓郁 再加入蜂蜜 调制成蜂蜜酸梨汁 均匀涂抹在鸭子表面 不仅解腻 还能上骰 一朵 放到鸭子的肚子里头 对 两朵 一朵 给它塞进去 这个小的三朵 您是怎么想到 这个羊肚菌跟烤鸭做搭配的 它主要是吸里面的 你看鸭子的油 吸进去以后 它羊肚菌也香嘛 然后这个羊肚菌 在鸭的肚子里边 就会把它的鲜释放出来 对吧 然后我们鸭子的油 尾味也没有了 那你拆一下竹子 是怎么做 先拆一下放哪里 腰着 不适合 你看这里它有个洞 屁股上 从鸭屁股这塞进去 对 塞进去以后 这个竹子起到什么作用呢 竹子它有个清香味 将羊肚菌塞进鸭肚子里 在烤制的过程中 羊肚菌吸收了鸭油的香味 同时竹子散发的清香 也一并被鸭肉吸收 在放入烤炉之前 鸭子还要风干两个小时 味道调查员的问题来了 毛豆腐去哪了 现在鸭子已经风干上了 到了我最好奇的一个环节 毛豆腐 这个毛豆腐要好吃了嘛 第一步就是透塌了 我刚才就看见了 你这块火腿 真够壮观的 差不多已经两年多了 两年多了 对你看看 腰皮都硬了 这是我们自己 只放盐和酒盐的 火腿是惠泽宝藏级的鲜味担当 每年冬至后 就是盐和猪腿 邂逅的最佳时间 用几十千克的盐 不断地揉搓火腿 然后风干 继续经过一到两年时间 漫长等待后 火腿的味道 才能达到香醇鲜美 无论煎炒烹炸炖 都是炙鲜滋味 火腿跟毛豆腐 又有什么关系呢 十片就够了 十片 一二三四五 五片了 好香啊 你忍不住自己 太香了 真的香 然后等待我来切下毛豆腐 毛豆腐 一块切成三份 一片火腿 一片毛豆腐 火腿夹在毛豆腐中间 摆在砂锅上 这一锅的毛豆腐火腿 确实摆得挺好看 但是这跟烤鸭有什么关系呢 好的 这样不热它吗 放在炉子里面 放在炉子里面 对 我还是想象不到 我看你一步步来吧 鸭子陆陆续续地挂在了烤炉里 烤炉下面摆上了砂锅毛豆腐 原来李大哥是要让烤炙的鸭油 滴到毛豆腐里 使毛豆腐更加醇香 物尽其用 是惠泽人的生活智慧 现在那个臭豆腐和胡腿的香味上来了 你能见了吗 大哥一个炉子能烤多少只鸭子 12只 12只 您一天能卖多少只 多的时候五六十只 少的时候我才十只 30到50只差不多 一年365天每天都卖吗 每天都卖 那你这一年能烤多少只鸭子 我给你算一天40只好吗 取一个中位数40只 40那一个月就是1200只 一年就是14000只 对吧 我没算错吧 李大哥从开店那天起 每只烤鸭他都要亲自烤 也意味着他一年要烤一万多只鸭子 他觉得只有认真地烤制每只鸭子 才是对大家的尊重 鸭子需要在烤炉里烤制大约一个小时 在热力的作用下 鸭皮收缩 颜色逐渐变为金黄 香味也随着烤炉明慢开来 这个烤鸭吃的是时尚最难的一次烤鸭了 好吃 有吃到羊肚军的味道 然后皮是脆的 肉是嫩的一点都不馋 这个火腿加毛豆腐放在烤鸭炉里烤出来 这个味道非常惊奇的像那个臭贵鱼的味道 从早忙到晚的李大哥和妻子 能坐下来吃顿自己烤的鸭子非常难得 吃完饭他们还要继续准备明天的烤鸭 为一门独特的烹饪技法 天南地北的烧烤高手也都练就了各自招揽生意的独门功夫 东北人的烧烤江湖想象力爆棚 用铁签穿鸡蛋 普通食材能在火的淬炼下成就何种美味 你这么忙 对成功了 对成功了成功了 广东人事先如命 烤生蚝和烤牛肉里藏着哪些用火门道 三分熟 三分熟可以吃 当地人就是吃三分熟 对对 离开明火 如何能让一整头猪在焖炉里形成皮脆肉嫩的口感 这听这个大金花的声音 这个夏天和我一起探秘烧烤江湖的各种秘籍吧 我和我妈总来吃烧烤 基本上几天不吃就差点喝饭 你一不该烧烤我就在吃烧烤 一天三顿小烧烤的顺口溜 让东北人实现了烧烤自由 黑龙江省嫩江市 一个低调的东北粮仓 百姓富足的生活 颠策着小城烧烤事业的发展 每个不起眼的小店里 也许都藏着稀奇古怪的镇店之宝 韩小伟和媳妇陈莉莉经营这一家夫妻店 要问店里的特色是啥 嫂子二话不说 带我直奔鸡舍 这鸡蛋咱们一般就是市场或超市买的 就咱还非得亲自到这个鸡窝里头来拿 因为这是小奔劲下的鸡蛋 特别香 是吧 东北人习惯把家里散养的鸡 称为小笨鸡 此时可以脑补小鸡炖蘑菇的鲜美 而嫂子却把心都放在了鸡蛋上 鸡蛋的做法五花八门 但它真的能走上考驾吗 教你啊 就这样手 贯穿 给它转 对 你转 然后这里一使劲 贯穿 你出去 是这样 我以为这要树 不能这样穿上 对 因为我们还有再穿一个 第二个 还要穿两个 对 就是从这一头是吧 对 就是两根签子穿一个鸡蛋 对对对 两个 一个还好好穿 两个确实是有点难 那等于你把所有鸡蛋一边先穿上 然后另一根签子再穿 再穿第二边 太难了 左手三个手指均匀用力拖住鸡蛋 右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铁签 一边钻一边用力向前推 让铁签的尖端突破蛋壳的阻碍 其实这鸡蛋它表面特别光滑 所以你看 就是它可能就 对对 一下就滑到边上去了 所以说两个手一定要使劲 看着我试了半天 没掌握要领 嫂子又告诉我了一个小窍门 咱们手要离千的也近一些 近一些 对 就这么先往上顶 对 一顶 先给它顶个小眼 找到窍门 我本以为胜券在握 不料 对 当连续失败多次后 我似乎找到了点手感 什么妈妈 对 成功了 对 成功了 成功了 好紧张了 你知道吧 就这样就低了起来就不怕了 真是 对 你看 这就成功了 先给它 对 这样只要咔嚓一声一响 咔嚓一声没有第二响就对了 对 它这个叠的十点劲往里一转 对 对 到前面还是一顿 对 过来了 但是这俩不太平行 你看 发现了没有 东北烧烤师傅非常重视烤架上的美学 想让一个个鸡蛋能老老实实地被操控 铁签是关键 穿第一个孔石要缓慢坚定 不能心急 让铁签稳定地钻入 等到穿第二个孔石就不能拖拉 让铁签干脆地冲出 当嫂子穿好的鸡蛋来到烤架上的时候 就轮到韩大哥一选身手了 大哥 这鸡蛋咱们直接就放在火上烤呀 这不怕炸了吗 其实我跟你这么说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烤鸡蛋的火候很重要 鸡蛋刚上炉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铺一点点的火 很薄一层 对呀 烤一分钟左右的时候 我们找一个东西 给它稍微敲一下 来敲裂 对 这样它就不会炸了是吧 对就不会爆了 火大一点的时候 它肯定会爆 爆一下就前功进气了 所以这个时间掌握很重要是不是 对呀 隔着鸡蛋壳将蛋液好熟 这对火候的把控有严格的要求 如果说烤鸡蛋是博人眼球 那么烧鸽子才是韩大哥的经典之作 这里面会有哪些制作高招呢 用手指顺着肉丝均匀揉搓 可以帮助腌料给鸽子肉入味 在指尖的按压下 料汁的滋味游走在鸽子全身 大哥像一般的话 一个人能吃多少只 正常你一个人 一只到两只就够用了 但是我有一个朋友 她老婆特别爱吃鸽 她一个人能吃五只到六只这样 我还在脑补着 能让一个人一口气 吃上五六只的烤鸽子 究竟是什么滋味 韩大哥已经用黄色的草纸 把鸽子单独包裹了起来 这鸽子包上了纸 还怎么上架烤呢 韩大哥自有妙招 咱们这个碳红火的温度 是七百到八百度 那怪不得了 我们这个胸脯冲下 直接给它摆在这个盆里就行 好嘞 因为胸脯肉厚 肉厚而接触火 对 近一点是吧 对对对 它就容易熟了 但是有个问题 这个纸它进去它不会着吗 这个就是咱们最关键的事了 所以说就是黄纸包好的鸽子 放在碳盆里 速度一定要快 赶紧放 放进去之后赶紧扳上 对 把上面的碳扳上之后 它就不着了 埋盐 对 一定要埋盐 木炭将鸽子埋得严严实实 从四面八方给鸽子加温 等到十分钟后 韩大哥通过盖盆 完成火力的调节 随着盆内的氧气消耗殆尽 木炭停止燃烧 用剩下的余温 温柔地把鸽子烤熟 但要想让烤鸽子更加焦香 韩大哥还要给它再加点火候 大哥 这鸽子刚刚不是已经烤好了吗 怎么现在还要再烤一遍 这个其实有很多人这么问 因为咱们黄纸包好的鸽子 烤完之后它是七八分熟 咱们这边人喜欢吃鸽子 喜欢干巴的那种口感 干香那种 对对对 干香的那种 喝点小啤酒感觉特别好 所以说咱们就给它穿上之后 上炉了再小火熏一遍 它这个火得铺薄一点 但是这个火它得有红火 薄火红火 为什么 熏出来的鸽子 它才能是金红这个颜色 如果说这个火没有红火的情况下 火在后没有红火 它熏出来的鸽子是黑色的 那这回再烤多长时间呢 这回也就是七八分钟左右吧 七八分钟 我看您是也是不停在翻动是吗 对呀 一定要不停地翻 两面胸腹烤的烤一会儿的时候呢 我们再给它立起来 立起来跟它们烤一下 正好可以这样立起来 对对对 立起来烤胸腹这儿 因为胸腹这个位置 它是肉最厚的地方 所以要多烤一会儿 刮刮刮掰就完了 刮刮 对对 拌着这身 对对 这刺下来 它下面还有一层肉 外边这层肉呢 就特别干 特别干 吃得特别香那种感觉 现在觉得这鸡蛋还挺轻的 东北有一个老话是怎么的 这儿呢 就是越新鲜的鸡蛋 越不好扒皮 正明这个不好扒皮的鸡蛋 说明这个鸡蛋 特别新鲜的鸡蛋 对对 尝一尝 嗯 就是那个 真是秀恩爱 夫妻俩的小日子 就像烤炉里的炭一样 红红火火 同样是以烤串的形式 丽江人更喜欢 一口撸一串的快感 肉块不大的小串 在烤制时又会有何秘籍呢 大哥 我发现咱们这个肉串 为什么这么小呢 第一呢 它是这个好入味 好入味 对 第二呢 是它吃的时候呢 也是一口鹿嘛 一口一串一串 啊 这很贵啊 那这个咱们是不是直接就上架烤了 这个不行 必须用这个卤汁啊 咱们蘸一下 卤水是云南人写给羊肉小串的情书 这里饱含着大蒜和辣椒的辛辣 营绕着卖面发酵后的酱香 在冰糖 芝麻和蚝油的助力下 让带着柠檬气息的香茅草 成为直击灵魂的篇章 很爽啊 嗯 虽然是羊肉啊 但是一点都没有酸味了 碳火的高温 让卤水在肉串上跳着华尔兹 混合着羊肉的汁水肉香 美妙的一刻 大概只有味蕾能感受得明白 用一顿烧烤来放松心情 缓解压力 是全国烧烤爱好者的默契 注重烤品的本味和鲜嫩的口感 因此即便是牛肉这种大众食材 火候也会被谨慎拿捏 这真的是手步非常快啊 而且很咸熟啊 对对 下就过来 现在是刷了咱们的蜜汁的酱是吗 蜜汁 然后再过来 再过来 撒点芝麻 撒点芝麻 对对对 好了 这已经好了吗 好了 这加起来也就十秒钟左右 这个能吃吗 难吃难吃 很嫩 这多熟这个 三分熟 三分熟可以吃啊 可以可以 当地人就是吃三分熟的吗 对对 你尝一尝 对吗 很嫩是吧 真的是很嫩 对 没想到三分熟 我还以为会是那种生生的口感 没没 它真没有 有一点烫 阿葱的烤制手法非常独克 为了保证三分熟的嫩度 牛肉绝不能在炭火上停留 只能成为一个过客 快速刷上咸甜口的酱汁 接着再撒上芝麻 阿葱会以秒来计算牛肉和炭火的炭火 花时间 三分熟看上去与生肉差别不大 但吃到嘴里才会懂得 什么是鲜嫩多汁 吃三分熟 这是五分熟的 对五分的 其实拿在手里一比较 你会发现这个颜色上 这个明显的三分的要更鲜亮一些 这个五分的明显就是熟一些了 有了非比之后发现 五分的可能那个 就没有 没有那么嫩的 对 对吧 现在这个 这是全熟的 对 这一看你看已经收缩得很厉害 而且颜色就变得香味更棕色一些 比较像这个还是那种鲜红的 对 这吃在嘴里水分感都没有了 对吧 对对 而且 而且完全没有那个嫩的口感 只是那种牛肉的那种干香味更具一些 对对对 阿葱就像一个向导 带我体会着不同成熟度的牛肉口感 选择多汁还是干香 全由食客做主 然而完美口感的体现不仅在烧烤工序 如何切牛肉也是兄弟俩保守的秘密 咱们这个就是这么鲜着 就是软软活活的好切吗 你冻的话肯定比这个好切 但是呢 如果牛肉的话 它拿去挤冻 有点硬的话 它那个口感就没有这个新鲜的 这个按的这个手都感觉不稳 要轻轻按 不能用力的 因为用力的话 它就会弄到脸边去 然后它就不平整了 轻按 然后刀呢就来回再过去 回来 拉扯一下 对 就也不能太薄了 否则吃起来没有口感 对 对烧草有莫名的喜爱 而且形式多样 不拘腻于单纯的烤架 云浮式的腰骨烧猪 就是一个豪横的存在 面对一头重约150千克的猪 当地人是如何将它烤得外脆里嫩的呢 孔令鸡是家里制作烧猪的第三代主力 挑猪 踢骨 是它已经掌握的基础技法 在姑父的协助下 20分钟内就能完成给整猪脱骨的工序 但如何给猪肉入味 小孔还得再花点心思 小孔 我发现咱们是把这个排骨都踢掉了是吧 然后这个猪脚也砍下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厚薄均匀嘛 因为有些老了 一些还没熟就不好 所以就要把这骨头先踢掉 那下一步咱们要做什么呢 就是要改划刀了 这划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讲究 有有有 就是划的时候要到肥肉那里就行了 不要划破皮 轻轻的拉出来 轻轻的 用这刀尖是吧 用刀尖 不敢太使劲 对对就这样子 这中间这比较薄一点 这比较厚一点 所以这要下刀下的再多一点 对对对 从上到下它还不是一个力度 到这就要深一点 这里就比较划得不够深了 还不够 对对这从上到下都得划开 都得划开 均匀的深度和宽度 是小孔设计的便捷通道 方便让盐 生抽 五香粉等混合而成的调料 充分进入猪肉内部 然而这块展开 就像一张毯子般柔软的猪肉 怎么才能放到烤炉里呢 这个猪肉现在还需要给它分割一下吗 不需要分割了 整猪烤的 整猪一起烧啊 对对对 因为没有骨头嘛 所以特别软是不是 怎么能给它支起来挂起来 拿一个小木棍顶住这个后尾骨这里就可以了 它装的定型 真是哈 这整扇猪啊 现在只剩下这后尾骨这一点骨头 也是作为一个支撑的 支撑点来的 出力就靠这个后尾骨这里出力 没想到 木棍与猪尾骨之间的相互作用力 就能支撑起一整头猪来 难度更高的烧火环节 还得由父亲孔祥胜代劳 能否烤出脆皮烧猪 功夫全在这炉火里 将直径约一米 高约两米的炉子烧到约450摄氏度 这是第一批木柴的使命 小孔告诉我 只有当木柴完全燃烧 探不到火花时 猪肉才能进入烤炉 否则由滴落下产生的烟熏味 会影响烧猪的最终味道 焖炉烤制 能让整猪受热均匀 利用自身的油脂 就能形成外烤内局之势 让猪皮更加酥脆 猪肉汁水丰富 可令我没想到的是 仅仅过了15分钟 小孔父子就将猪肉抬了出来 浇上冷水为猪肉降温 水分蒸发能带走猪皮表面的热量 只有及时降温 猪皮才不会被烤焦 接下来 小孔又拿出了一个 不可思议的武器 这又是要做什么呢 小孔 你手上拿的这个工具是什么 这个就松皮针来的 插猪的 就松块那个皮的 要 要 要 把皮松一下 对 为什么要松皮啊 你没有插松一下 就那个皮啊 会这样一个大的泡出来 就不美观 怎么扎 扎多深啊 不要扎太深了 太深会有那个雨水出来 变黑一点就要 这样可以吗 可以了可以 其实能感觉到到 它这个皮的这个部分 还是挺松软的 挺松软是吧 对 所以扎起来不是很费劲 这个深度可以吗 可能稍微重了一点点 重了一点点 对 这样子就行了 一半左右就可以了 那我就轻一点再 扎孔虽然不费劲 但深度颇有讲究 扎入皮下约三毫米处 就会到达肥肉层 这个深度既能成为皮下脂肪 释放油脂的出口 还不会扎出血水 影响外观 与此同时 小孔又开始生第二炉火 这是我们炸的更多的材 大概炸了有150斤左右的材 所以的话温度会更高是吧 对 温度会更高 烧猪的关键在于 对火候的掌控 跟父亲平经验孤温相比 小孔更依赖于测温腔的提示 第二炉火温度更高 约540摄氏度 猪肉在炉子里发出了 像崩爆米花一样的 梯里啪啦声 小孔说能否烤猪金花再次一举 它所谓的金花究竟是什么呢 现在这里头这个噼里啪啦 已经开始响了是吗 这个是金花来的 是指它表皮这个冒泡那个声音吗 表皮的表面那个一点点的 真是一粒一粒一粒的感觉 这么短的时间这个猪烧好了吗 还没有还没有 我们要开盖时候要吊起来 噴一下水的 为了不要它烤焦 像这样上上下下 静静出锅得多少趟 对四五趟呢 那你怎么判断就是放在里头 多长时间拿出来 在听这个爆金花的声音 就听这个声音 听这个声音判断的 人就一直得守在这儿是吧 一直得守着 不然烤焦了就不没干 对对对 口感没这么好 在高温助力下 猪肉脂肪里的水分被气化 混合着油脂纷纷冲出气孔 同时美拉德反应也在助攻 在猪皮表面形成焦化层 产生泪黑色素 留下金花的痕迹 家里人要寸步不离 守在炉旁 根据声音判断炉内的情况 及时将猪肉抬出 用冷水降温 小孔告诉我 当猪皮表面出现金花 就得改用喷壶喷出的 细腻水珠为其降温 这样可以防止猪皮 因为浴水而变软 升温冷却 再升温再冷却 约45千克重的猪肉 在冰火两重天的境遇中 要来回切换四五次 直到猪皮上的金花完全绽放 炉内恢复平静 烧猪的过程 是对人体力和精力的极大挑战 这个猪身上有点焦点吧 要把它刮一下 修刮一下 让它美容一下 好看一点 否则影响口感的 就这种特别脆特别硬的那种感觉了 是不是 对对对 这就是烧得非常漂亮了 其实真的站在旁边 你闻的那个香味 真的有点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简单蘸点白糖 就能激发出诱人的油脂香气 此时姐姐孔青兰接力 让烧猪的香气 惯醒沉睡的城市 对云夫人来说 烧烤不再是黑夜的专属 清晨的第一口烤肉香 为全新的一天加满能量 火焰就像美味魔法师 在美拉德反应中 赋予了食物更加丰富诱人的风味 肉串上的油脂滋滋作响 贝壳中的汁水滚滚翻腾 美味在此刻有了具象化的展现 也许你偏爱一口撸小串的痛快 也许你中意大口嚼肉的豪放 也许你就爱吃那些冷门食材 无论哪种 总有一方考驾 实现着你对烤品的幻想 生活在云南省临仓市 双江县的歹族人 如何将苦汁熬成让人上瘾的美味 跟我一起去体验一下吧 景康村是云南省临仓市 双江县的一个歹族村寨 因为临近泼水节 村里到处是欢乐的气氛 这位正在跳舞的歹族姑娘叫凤秀英 她在广州打工 但到了每年的泼水节 无论工作多忙 她都会赶回老家 村里最让她挂念的 就是歹族的石令美食 小串姐这是咱们当地的黄扇吗 对这我们当地黄扇 就是我们拆烟之前 就已经准备好了的 拆烟之前就抓住了 对 我们这么久 对 你们抓的吗 对我们抓的 可以什么抓呀 你可以试一下 那是活的就不好抓了 你看它 对很滑是吧 而且它很有劲儿 你们都怎么抓 其实我们抓的黄扇是有技巧的 现在教你几个方法 好呀好呀 这样子手 用这个中间的手指 然后勾住 勾住这黄扇你看 勾不住 都好了 使用这个方法 可以了可以了 这样确实是 把它固定住就好了 对 在双江县 只有在水稻插秧前后 稻田里的黄扇 长得才最肥 口感也最好 所以在每次插秧之前 村里的歹族人 都会提前到田里抓黄扇 这不仅利于插秧 也给当地人 带来了一种难得的美味 好 小雨姐 咱们这个黄扇怎么处理 我们是用火烤的 用火烤 对 天哪 这我第一次听说黄扇用火烤 因为之前吃的什么 想由扇丝 扇段 都是直接把它处理好 然后划成那种扇丝 对 咱们知道为什么要用这种 火烤的方式 因为火烤呢 第一个有利于保存 第二个 它肉质更紧实 更鲜美一点 不做任何处理 直接扔进火盆里烧 这样的做法 还真是前所未见 听凤秀英说 其实 这是当地人 保存黄扇的一种方法 云南气候湿热 不利于食物的储存 用炭火烤干的黄扇 不易变质 随时都可以拿出来 和蔬菜一起烹制 而到了泼水节期间 这里还会有一种 特别适合 与烤黄扇搭配的 石令食材 当问到这种食材 还长在那里的时候 凤秀英搬来了一架梯子 这是准备要干啥去啊 我们去采摘我们制作 那个黄扇用的白红菜 爬空菜 对 是一种菜 对 是长在一个树上的菜 所以我们要用的梯子 好的 先给我回一下 好 小心啊 经常都这么在发动菜吗 对 能上去吗 可以的 我这边在上去可以是吧 对 这整个都要摘下来吗 对 就摘这里 看到没有 这新鲜发的芽 刚刚发的芽 直接把这个连根那摘下来是吗 对 有点像咱们北方摘那个香醇叶子一样 是吧 是不是越往中间越嫩的越好吃 对 这个已经是最嫩的了 它在发芽 我来给你接着 来 关于爬空菜名字的由来 我们不得而知 但必须要爬梯子才能摘到 倒是真的 听凤秀英说 在泼水节前后 爬空菜会长出嫩芽 这种植物只有在嫩芽状态时 才可以食用 一旦过了季节长老了 就不能吃了 将爬空菜嫩芽与烤过的黄扇炒在一起 这就是在历新年里 逮族人招待客人必备的一种美食 哇 我来帮你翻 你来加调料 小玉姐 这个香味马上就出来了 我得亏它是晒了一下 要不然干了 估计是锅得炸 它都烧成这样了 我也看不出来它有没有糊 还有这个讲究 混到一起炒吗 对 我把小西红柿放进去了 好 好 哇 翻一下 翻滚啊 我知道这边的小西红柿 为什么可以不用像马族那边先捏碎了 因为它都在炒得差不多的时候才放小西红柿 所以它应该不会爆出来 好了 好了 我放去了 好 好吧 现在有这个爬空菜的清香出来了 再加上这个辣椒的辣味 好想吃这个黄鳝啊 我不记得了要尝一下吧 颜色很好看啊 我刚开始还会觉得这爬空菜被油一炒它会变成很焦的颜色 但没有 阿费 果然是一道具有云南酸辣口味的典型的菜啊 刚才咱们放了这个特别酸的小西红柿 还有这个冲过的这个小米辣 这个黄鳝呢 因为咱们晒过 然后用油爆炒了一下 所以它口感特别的筋道 而且又有这个爬空菜吸收了它多余的这个油 所以这道菜僵而不腻 到了半晚 凤秀英的父亲下班回家 虽然忙了一天 但一进门还是立马干起活来 说是要给我们来一道 歹足只有在新年或者贵客临门 才会出现在餐桌上的大菜 牛肚牛肝牛肉牛苦胆苦肠 这道菜的主要食材都是来源于牛的身上 最特别的就是这牛苦胆和苦肠 把这两种食材熬制在一起 就成了歹足人喜欢的苦汁 不过看着这一大锅黄绿色的浓汁 怎么也难以和美食联想到一起啊 叔叔这是苦汁做好了是吧 嗯 我还真好奇这苦汁是啥味道的 我去尝一尝啊 你尝一尝吧 嗯 嗯 哇 天呐 太苦了 刚开始你把这个苦汁点到嘴里的时候 只是你点的那一块苦 后来你这个口腔里就全部的苦味都出来了 叔叔用这做菜能吃吗 肯定能吃的 真的吗 对 天呐 不过说实话这个 到后来啊 它这个全咽下去之后 它还有一种甘甜的味道在里面 所以我真好奇一会儿要怎么处理这个苦汁 到了泼水节 就变得非常特别了 辛苦叔叔了 来尝一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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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的筷子 嗯 嗯 刚入口的就是非常经典的阿瓦颜碎的清香 嗯 然后你咽下去的时候呢 会感觉到这个辣椒是非常的浓郁啊 牛撒皮还是热的 拌着这个小凉菜这种感觉吃非常的好 这个牛肚牛肝和牛肉都是非常劲道的 而且拌上这个刚才最重要的这一道秘密调料就是咱们的苦汁 不仅这个苦味没有了 真的有刚才我蘸了一下回口那个甘甜的味道 感觉这个菜在夏天吃非常的合适啊 对 亲热解毒 亲热解毒 那我得多吃点 多吃点 第二天就是歹历新年的前一天 凌晨每一户带族人都会到指定的地点祭祀逝去的亲人 集聚地方特色的滴水风俗表达着人们对仙人的缅怀 美食从来不只是关乎味道 他还承载了中国人的情感 我的下一站锁定云南的猛字 到了这片热情洋溢的土地上 米线肯定就是我们的调查目标了 猛字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遗族自治州首府 传说这里曾经有座桥 从桥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 一种传世的美味便成为了猛字人引以为豪的佳肴 这种伴随着猛字人一日三餐的美食就是过桥米线 猛字人的一天几乎都是从过桥米线开始的 于是米线的制作者们就得更早准备更晚打样 他们的辛苦付出只为换得顾客们一碗米线下渡后幸福的满足感 走遍猛字的大街小巷米线似乎有过不完的桥 而过了桥的米线也没人能数得清究竟有多少 王大姐作为祖传家业的第三代传承人 一直在坚守过桥米线的传统做法 这早已融入猛字人生活中的过桥米线 到底妙在何处呢 你来到王子不尝我们家的过桥米线你会感到遗憾的 是吗 对 天哪 这太豪华了 这是一套米线是吗 一人份的 对对对 一人一份 我知道过桥米线它的碗都挺大的 但是当你坐在面前还是觉得挺大的 比我的头都大 觉得好 我们家的头差 过桥米线吃的就是鲜味 于是依据个人的喜好 用鸡汤 姜 蛋肉 青菜烫熟 变成了人们最最热衷的烹鲜手法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烫熟这些小碟中的食材呢 是一股脑的静碗还是一个一个跳水呢 先放安全帕 顺边放 要顺边放 为什么呢 它不会散了 这个是脊肉片 猪身上的里脊 它不会散到里脊肉 为什么要先放它呢 这个穿熟了 温度现在高的 这个是生鱼片 生鱼片 那个就是那个骨鱼片 鸡胸骨 我发现都切的特别薄是吗 对 这是火腿 火腿 是不是一定要这么片的薄 然后才能够熟容易 对 切开了全部熟的 对 那个是这个鱼身的筋子 这杏鲍骨也是切薄片的 切薄片 先生后熟 先昏后素 依次放入将近90度高温的汤中 这是配料烫熟的法则 高温烫熟 同时 汤的表面又封着油 热气几乎一丝不走 于是不少心急的时刻 都闹出过烫到嘴的笑话 因为烫到了极致 所以也先到了极致 鱼片 鸡胸肉 云腿 这些荤菜看似是在给高汤增肥 其实是在给汤汁增味 将自己的本味第一时间 融入在高汤之中 然后就把这个菊花放进去 在米线里加入菊花 这还真是让我眼前一亮 辛苦了大半辈子的王大姐告诉我 早在十多年前 她为了帮助父亲打理自家的米线生意 每天起早贪黑 于是经常上火 眼睛疼更是常有的事 后来听一位学中医的朋友说 菊花可以去火明目 便亲自试验 结果效果非常的好 她便试着把菊花作为辅料 搭配在了过桥米线之中 从此王继的过桥米线 又增加了食疗的功效 再猛字的人气也就更加爆棚 食材是味道的本源 而勤劳塑造着味道的灵魂 过桥米线吸入汤汁后 变得更加丰盈 但汤头的熬煮 是要经历怎样一番心情呢 这汤汁里究竟藏着哪些 王姐家的密不外传的独门绝技呢 我只是试着问了一下 而王姐却二话不说 直接带我来到了后厨 一探究竟 一锅里头到底有多少东西 这个里面要每天要煮五十斤骨头 五十斤骨头 对 这个鸡每天要煮七八十只 像这个锅里至少有三十只 那比五十 三五十只一锅 对对对 一锅 我尝一下这汤 现在这儿尝 这个最新鲜的 尝一下 行不行 哎呀 真的就是那种完全没有添加的 那种蝎味 对对对 骨头的精华都在汤里 鸡骨髓里的骨胶原 猪骨里的胶原蛋白 都通过长时间的熬煮 一点一点的融进了汤头之中 没想到一碗米线的汤汁 居然有这样的秘密 王大姐说 想要汤头香浓 没有别的秘诀 必须舍得用真材实料 这是在猛字做过桥米线 立足的根本 我们那个汤里那个料包很 就是我们家的主餐了 还有料包 这个料包 这个料包里有什么样 能透过一下 我真的大批的钱给你 就是草果 花椒 那个花椒 姜等等 好多的 里面有十多种配料的 那这个是你每天自己亲自配吗 这个就是我亲自配的 我跟我侄女两个人 反正 都是我们两个人 祖传的料包 在王大姐手中 已经是第三代了 虽然手中有饱 但辛苦的劳作 还是必不可少 从凌晨到夜晚 王大姐和她的侄女 以店为家 每天凌晨三点就要起床 为早起吃过桥米线的人们 做开餐前的准备 从凌晨三点开始 到晚上最后一碗米线卖出 这样的日日坚持 才是王家菊花米线 骨髓高汤味道的源头 而时刻在舌尖心上 体会到的也不再是鲜美的味道 而是王大姐一家极致的辛劳 就是说我看这个过桥米线 非常艰难艰难的 本身我就是一个残疾人 我眼睛不好使 我就是零点一的 视力都没有 为什么要做这个过桥米线呢 因为本身就是我喜欢 因为你做其他的 做其他生意我也看不到 然后我叫我父亲教我做 我父亲不教 为什么呢 他说传男不传女啊 因为我说为什么呢 他说嫁吹他的女儿 不出气的去 所以整天说 说了多少次了 我今天来烧的 我给你老了 说出了什么 他说说 他是说真正的 他是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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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大半辈子的王大姐告诉我 早在十多年前 她为了帮助父亲打理自家的米线生意 每天起早贪黑 于是经常上火 眼睛疼更是常有的事 后来听一位学中医的朋友说 菊花可以去火明目 便亲自试验 结果效果非常的好 她便试着把菊花作为辅料 搭配在了过桥米线之中 从此王继的过桥米线 又增加了食疗的功效 再猛自的人气也就更加爆棚 食材是味道的本源 而勤劳塑造着味道的灵魂 过桥米线吸入汤汁后 变得更加风盈 但汤头的熬煮 是要经历怎样一番心情呢 这汤汁里究竟藏着哪些 王姐家的密不外传的独门绝技呢 我只是试着问了一下 而王姐却二话不说 直接带我来到了后厨一探究竟 一锅里头到底有多少东西 这个里面每天要煮五十斤骨头 五十斤骨头 对 这个鸡每天要煮七八十只 像这个锅里至少有三十只 那比五十 三五十只鸡啊 对对对 一口 我尝一下这汤啊 现在这尝这个最新鲜的啊 看一下 行不行啊 哎呀 真的就是那种完全没有添加的那种鲜味啊 对对 骨头的精华都在汤里 鸡骨髓里的骨胶原 猪骨里的胶原蛋白 都通过长时间的熬煮 一点一点的融进了汤头之中 没想到一碗米线的汤汁 居然有这样的秘密 王大姐说 想要汤头香浓 没有别的秘诀 必须舍得用真材实料 这是在猛自做过桥米线 立足的根本 我们那个汤里那个料包很 就是我们家的土盘了 还有料包 这个料包 这个料包里有什么样 能痛苦一下 就是我 我真的大体的钱给你看 就是草果 花椒 那个花椒 姜 等等 好多的 里面有十多种配料的 那这个是您每天自己亲自配吗 这个就是我亲自配的 谢谢 我跟我子女两个人 反正都是我们两个人配 祖传的料包在王大姐手中 已经是第三代了 虽然手中有饱 但辛苦的劳作还是必不可少 从凌晨到夜晚 王大姐和她的侄女以店为家 每天凌晨三点就要起床 为早起吃过桥米线的人们 做开餐前的准备 从凌晨三点开始 到晚上最后一碗米线卖出 这样的日日坚持 才是王家菊花米线 骨髓高汤味道的源头 而时刻在舌尖心上体会到的 也不再是鲜美的味道 而是王大姐一家极致的辛劳 就是说我看这个过桥米线 非常艰难艰难的 本身我就是一个残疾人 我眼睛不好使 我就是零顶一的 视力都没有 为什么要做这个过桥米线呢 因为本身就是我喜欢 因为你做其他的 做其他生意我也看不到 然后我叫我父亲教我做 我父亲不教 为什么呢 他说传男不传女啊 因为我说为什么呢 他说嫁吹开了你啊 不出气的去 所以整天说 说了多少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